好,这题我说是当年赖黄川老师出的报考题 他出的时候心肠很好,是选途 而且还蛮好猜答案 但是呢,我比较那个一点,我比较健一点 我把它改了一下 改完之后,你就非得知道是上选月 而且你还会被上选月是西民动案 好,来,我已经告诉你了 我已经明示你答案了 陈上题,那个答案叫上选月 要被上选月西民动案 所以,长成怎样 所以长成哪样 好,你已经知道他是上选月了 你也有备了,上选月叫西民动案了 还有哦 他现在正在落下哦 他正在落下哦 正在从西边落下哦 所以答案是哪一类呢 答案是哪一类呢 啊 答案是要选谁呢 我们找一位可爱大帅哥 或者是大美女 No.4,4号 4号 好,来 你也答案选谁啊 你答案选谁 C C还是出还是什么 C还是出还是什么 我出好,你出时不太是有情 刚 C啊 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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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爆出,有人爆C,你要爆什么 啊 啊 选C是吧 你选C请坐 你答案选C 你答案选C 第一 第一他上选月对吗 他上选月对不对 前面知道上选月 第二 西明东岸 我说要背对不对 我说可以用背的吗 他正在从西边落下对不对 他正在从西边落下 所以落下那边是怎样 亮的啊 所以落下那边 西边的话那边是亮的啊 所以下面是西边 下面是亮的啊 上面东边是暗的 所以西明东岸 所以我们答案呢 就选了就是C 就是 练习三 的状况 OK 下一题是我出的 建宗老师出过 那个建宗老师都怪怪 那一年呢 半考出了100题 第二年心潮好一点 出了46还是47题 但全部多重选 答案可以一个 可以两个可以三个 可以四个 可以五个 再怪一点又出了100题 建宗老师都有点 怪怪的 第一次出100题就有这一题 月上柳梢头 人月黄红什么月亮 一样 知道时间 知道方位 求月下 月上柳梢头 柳树是池边低矮的数目 月亮上 表什么意思 月亮刚升起 哪一方 东方 人月黄昏后 什么时间 黄昏 OK 什么月亮 黄昏时在东边 什么月亮 黄昏时在东边 月上柳梢头 人月黄昏后 啥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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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东方 黄昏时什么月亮在东方 江蕾 哈 来 现在应该换一位大帅哥了是吗 有没有大帅哥 三六 我望月 大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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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望月 望月 望月 请说 答案叫做望月 望月 在哪里 人要在黄昏 上下 左右 人的都会是黄昏的 下面很好 方位是看地球自转地球游戏 向东转 你问起东方给他摆在东边 那这东边什么月啊 塔中间叫做硕 旁边叫做望月 所以叫做望月满月 很好 来 地科不好没关系 国文好也可以 讲一旁边有诗 生杂子 去年元夜夜 花式灯如昼 月上有烧楼 人月黄昏 今年元夜夜 月雨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 类诗春山秀 元夜夜 元宵节 放花灯 所以花式灯如昼 所以元宵节什么月啊 满月 所以地科不好没关系 国文好也可以 国文好也可以 去年 所以 好 所以答案叫做满月 OK吗 OK